大家好 我是阿琪 今次會帶你開箱深圳一間五星級酒店 酒店以威尼斯做主題 很有度假的感覺 在房間的巨型露台可以看到世界之窗煙花表演 還會在酒店這麼浪漫的環境吃晚餐 自助早餐有很多食物 想知道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一起出發吧 酒店位於世界之窗站 由福田口岸達24分鐘左右就到世界之窗 由A出口出去向前看 已經看到今天要去的酒店了 左邊有一個大型商場 右邊會看到世界之窗 要去歡樂谷的話都很接近 過條馬路再直走就到酒店了 全程大約三分鐘 很快我們就到了深圳威尼斯英迪格酒店了 它是周制酒店集團旗下的五星級酒店 以水刀威尼斯為主題 可以看到入口旁邊有這麼多拉船 酒店大堂用了藍色和白色 還用了大量沿拱形設計 很有歐洲的感覺 酒店在2022年翻新過 可以看到環境很新正 酒店大堂整個裝修 都是模仿歐洲小鎮 周圍都是打卡位 左邊是餐廳 我們會在這裡吃晚餐和自助早餐 逢星期六日有自助午餐 逢星期五六日有自助晚餐供應 在這條旋轉樓梯打卡一樓 沿著樓梯上去可以去到泳池和專屋 透明玻璃入面就是Gym Room 我們去泳池看看吧 巨型帳篷下面就是室外泳池 泳池很大 很有度假的感覺 可惜冬天不開 如果大家想游泳的話 可以去左手邊的室內泳池 接著要開箱 我們跟酒店房吧 廢房很大 首先看到有梳化、茶几、書桌 還有一個大露台 床應該有六尺吧 廢房也是沿用酒店的藍白色做主吊 去回一入門口那裡 可以見到有水煲、茶杯和良知免費水 打開下面的櫃桶就有茶包和怪異咖啡 雪櫃裡面的飲品就需要收費的 接著就帶你進去浴室看看吧 長生用了黑白色雲石紋的磚 有一種復古的感覺 酒店有很多浴室用品 都是用上海灘的品牌 洗手盆左邊有兩支免費水 酒店提供的人用品都很齊全 下面就放了風筒 左手邊有衣櫃 衣櫃下面就放了兩對拖鞋 浴室最大的亮點就是這個浴缸 可以一邊浸泡泡浴 一邊看外面的風景 如果不想被人看到你洗澡也不怕 因為屏風是可以拉起來的 這裡還有一個淋浴間 不想浸浴都可以沖花灑 而馬桶是分開的 做到乾濕分離 房間還有一個巨型露台 酒店裝修之後有六成房間有露台 我們出去看看吧 右手邊可以看到世界之窗 每逢星期六和特別節日的夜晚九點 都可以看到煙花表演 如果房間不是向這邊 去酒店十六樓一樣可以看 我們現在去吃晚餐 餐廳有分室內和室外 今天天氣很好 我們就選擇坐外面 看到餐廳有露天吧桌 夜晚在這裡喝東西都挺輕鬆的 餐廳很用心 周圍都有歐洲風格的裝飾 有很多魷魚 喝下去很重忌廉味 另外配了一塊多士 很鬆脆 它是連罐去蒸熟海鮮 原汁原味 裡面有蝦、鱈魚、魷魚、鱔背、青口等等 千層面的芝士味很香濃 薄餅很薄 烤得很香脆 奶凍很滑 很好吃 吃完晚餐 我們就回去等看煙花 差不多九點 煙花就要開始了 打邊 煙花 煙花 房 淹水 打進去 一切 這個位置真是無敵 很近 看得很清楚 煙花放了差不多10分鐘 完全沒有冷場 很棒 到了第二天早上 我們現在去吃自助早餐 餐廳很闊落 空間感很足夠 麵包總量有很多 有肉鬆包 冬粒 法包 麥包 蛋糕仔等等 還有一個焗爐 可以把麵包焗熱 餐廳用了很多位置放食物 款式很多 有早餐必定有的煙肉和腸仔 烤南瓜和茄汁豆 黑椒 雞肉 番茄和薯仔 有三款炒菜 炒飯和炒麵 還有熱辣辣的點心 腸粉和包點 雪櫃有很多款不同的乳酪和紙包飲品 最後那層有火腿和芝士 有牛角包 朱古力丹麥 麵包 布丁和班戟等等 有穀物和牛奶 可以自己充分片吃 這個是水果拌 有四款乳酪 可以將生果和配料拌進去 原來有廚師即場煮湯麵 有魚蛋 牛丸 豆泡等配料可以選 旁邊就煮蛋 想要炒蛋 煎蛋 什麼都可以 接著見到有雪菜 肉絲和番茄炒蛋 有洋蔥圈 油炸鬼 樹角和餃子 哇 只是果汁都有很多款 有蘋果汁 橙汁 芒果汁和提子汁 有自助沙律巴 走回近門口那邊 看到有熱豆漿和粥 吃完早餐 我們差不多要check out啦 我是阿茄 大家記得like share comment和subscribe這個channel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